生活在卡尔加里的华人 只要你平常去买菜 你肯定都知道我们本地的网红农场主 北大毕业的董菜菜 在石油最不景气的那几年 她带着王果果白手起家 在这买了快递 轰轰烈烈的干起了农场 时间过去好几年了 我们本地的华人多多少少都吃过他们家的蔬菜 今天是2月3号 如果是在南方 肯定都是一片大地回春的景象 可是你看看我周围 依然是一派冬季的景象 深冬啊 完全没有春天的迹象是不是 今年的这个冬天 加拿大特别的寒冷 我们卡尔加里也是 很多的时候白天都是在零下30度左右 那到了晚上有很多的时候 都是直冲零下40度 就在这样一个极寒的天气下 董菜菜的优先美地农场 在上个月实现了番茄的采摘 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这么冷的天气 番茄采摘就意味着番茄丰收了 我的天 她得花多少钱来治暖呀 刨开她这所有的人工的成本不算 她得卖多少番茄 才能把那个制暖的暖气的成本给回收回来呢 好奇不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好久不见你现在那个挺时髦的 听说你玩那个跨界了 跨航了 我刚进你这个大棚 我看见你那个都冒汗 我还不理解呢 等我架了机器摆了就 我自己现在穿着一件衣服 我都觉得热 那就这暖气的功劳呗 不是实际上就是早晨现在有点阴天 早起的时候就是非常光照非常足 那个时候大棚已经30多度了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暖棚里的产土呢 稍微因为本身很热嘛 稍微活动就浑身大汗 我们现在这个天窗什么都开了 现在天窗是开开 要不然更热 对对 但是在没有阳光的时候 这暖气就起作用了 你这个番茄是一号大棚 二号大棚都种了吗 没有 今年就是实际上 我说今年实际上 这些是去年就已经种上了 就是越了冬之后 还剩下这一点点 我们就在最近一个礼拜就摘完 就全拔了 所以这个二号暖棚还没有通上暖气 冬天就没东西了 往年冬天也可以种点叶菜 像耐冻的大白菜 菠菜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产值比较低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种最好吃的西红柿 或者是香瓜 也许明年我们冬天能出香瓜 是这样 咱们卡尔加里地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冬天太冷 但是它太冷也不是说整个冬天都冷是吧 它是一阵一阵的 来一阵寒流特别冷 可能到零下40度 但是一会儿又过去了 然后又马上温度又升了30度 再来暖流吸弩客 对 所以我们大棚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漫长的冬天里边 你即便不取暖 它也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 然后我这些暖气主要是在它零下40度的时候 要让它能扛过那几天 平常就是特别热 我不想花那么多钱 对 让它控制一下 但是在最冷的时候让它全力工作 保证这些不动 平常白天的话 你这大棚里的平均温度是多少 主要看晴天还是阴天 晴天的时候 晴天的时候就是能达到30多度 我们都要开窗户 然后让它保持在25度左右 不能太热了 那像极寒的零下30度 白天零下30度 你这里边多少度 白天零下30度 如果没有暖气的话 我们也能达到20多度 那你这个土墙的保暖功能还是挺棒的 那等于说是你这个暖气 是帮你度过了极寒的天气 我就在想那种说 董蔡蔡开始番茄采摘了 他得卖多少番茄 才能把那个暖气的成本钱 给他赚回来 我还这么想呢 一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而且我们玩跨界 肯定是有一定的借力的 我们是跟别人合作 人家去挖币 他们去挣钱 他们挣挖币的那个钱 然后他那些余热呢 供给我们 那就是这个天然气的成本呢 互相分担 我看见了 因为他那个挖币 他要产生大量的热量 他那个热量是耗能 是他用不上的 就是外面你的暖房 外面那个特别炒 那个是发电机 发电机 发电机发完电通到这里边 让这个矿机开始工作 它产生的这个热能 通过你那个水箱给它cooling 就转成热能 通过你这个水就变成那种暖气了 这么聪明的方法谁想出来的 你 这还不是我 拍了视频之后 但人家就看到了 对他也在来摘番茄了 夏天的时候人家来采摘 觉得你这真的是很好吃 然后一定想跟你一块做点什么 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做这种 比特币托管的 比特币机器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比特币机器 他买了一个 但是大家行不成一个效应 行不成一个规模效应 你就一台 他两台不太好去挖币 然后就交给这么一个公司 去托管 都放到他那 他有一些其他的设备 给你运作起来 然后他挖的这个币 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该是他的 给他一点托管费 他们的生意是这样运营的 那等于他不额外的花钱 因为他这机器在这还工作 照样该挖币 只不过就是他放在你这里 他产出来的热能 被你给利用了 然后你们两个分摊 天然气钱 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有说法 叫从集中式的挖币 变成分布式的 分布式就是这些小的机器 比如说一个大棚放一个 原来都是几十兆瓦 几百兆瓦 就是很大面积的一个 比如大厂房也好 什么也好 把那机器全放在那里边 这样的话 你集中式的 就不好利用它的热能了 你只能给它排放掉 然后这个也广受诟病 对 因为大家觉得 你就挖个壁 你不产生什么 真正的社会效应 没错 然后又带来很多污染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探讨 怎么把这些机器分散 变成分布式的 所以有的放在大棚里 比如说医院 学校 浴室也好 食堂什么的 供暖 或者是游泳池 去供暖 你觉得烧天然气 你的成本太高 你只是在极寒的天气下 你才会用天然气来制暖 对吧 那它这机器从天得转 它得天天挖 那你俩怎么算 这个天然气燃烧 对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机制 另外一个就是 它可以自动降频 就是比如温度比较高了 我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 它的机器也承受不了 太高的温度 温度一高了 它自动就降频 它就不能满负荷去转 当然我们一些 合作模式的方面 就是怎么算的问题 还是尽量保证 大家都能受益 对 就是我现在显然一听 我就觉得 它用天然气用的比你多 是不是这意思 你是就是说 要帮它利用了 它的排出来的热能 然后你还要付天然气钱 所以你俩就分成 这个谁付多少得谈好了 但是实际上 如果没有他们这个机器 我也想给大鹏加热 加热这个想法早就有 我其实那时候还想问你 就是你在家里边给库房 用的是Propane去加热 Propane对我们来讲用不起 太贵了 我一直想用天然气 你这么一个大暖棚 这是无非就是天然气 太阳能 地热 热泵 矿机 哪个最省钱 效率最高 热泵确实是好 热泵 但是你得装好多台 对 我也许将来有朝一日 我这大棚 这个农场 大棚全部建满之后 弄一个能源中心 也许有矿机 有什么 就是在几个大棚的中间 整一个能源中心 然后打一个井 整一个地缘热泵上来 这都有可能 对 但是需要一些规模 然后才能实现这个 你现在有多少个冷棚了 五个冷棚 冷棚就五个 棉棚几个 棉棚六个 六个还没建完 到六月份 到来建完 等于说 你最后你这三十亿亩的农场 你就是不全都得盖棚了 对 我就到时候一共有二十个左右 因为只有你建棚了 你才能延长它的生长期 对 我现在就是加热之后 尝到甜头了 我这次加热尝到甜头了 过去我不敢加热 因为总觉得它成本太高 这次也是一个试验 人家这个公司 也出了很多成本 在基础设施建设这块 给我们偷了不少钱 实际上 这样的话 我就借这机会 把这事做起来了 一做起来发现 由于这个大棚 它的保暖性 还有极热性 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加热 成本显得就比较低了 如果说你就用一个冷棚 或者甚至于你用那种棉棚 就效果都不行了 所以必须要配合这种棚 加热除了它可以越冬之外 延长种植剂 然后冬天可以采摘 而且咱们冬天的西红柿还非常甜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它不得病 就是所有这些蔬菜 不得病还不着虫子 往年我们都是遇到这个问题 一到了11月12月 尤其阴天比较多的时候 它没死 但是它就生病了 这次一加热 这些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的成功率大增 我们今年育的苗也是非常好 往年育苗都碰到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都是在零下40度的时候开始育苗 在12月底的时候 圣诞节前后 因为我们要赶到3月初就要种什么 就是在最冷的时候育苗 可想而知的挑战时候 出苗率特别低 然后苗涨得不好 今年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是挺有甜头的 但你也得算好账 你这个支出 你这个成本 你这个收入 你这番茄卖的价钱跟夏天 基本没变 价格是一样的 现在超市的番茄 和你这是什么价钱的对比 超市现在一般都3块钱一磅 我们还是4块 夏天它们可能是1块5 最多2块 我们也是4块 大家都能接受 因为你是有机的 主要咱还是好吃 好吃 越大的番茄越能体现出来 它有那种小番茄 就是它带着杆的 我也买过超市的 它有的也有甜的 但是最明显就是大番茄 大番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这有一个测糖仪 任何液亭滴到这之后 把这盖盖上 它就可以测出来它的糖分 你看这西红柿很漂亮 颜色已经很深了 你看 嗯 全水 嗯 所以我们先开机 把这水液滴到这边 好 然后就把这盖上 因为它是通过光来测的 通过光来测 对 然后我也按这个 它现在test 9% 就是说我这西红柿的糖度 是9% 就是你有10斤的西红柿汁 就大概有一斤的糖分在里面 就是这个糖度已经很高了 就是说很甜 就是很甜 所以你要在超市里 所以那西红柿可能它是1或0 那你要是有这个暖棚的话 那你一年种两季番茄 对 那你就比别的农场主 多一个收入 对 是吧 对 然后那些蔬菜呢 我现在打算呢 还是以西红柿和那个香花为主 就哪个卖钱 你必须得考虑这些问题 不然你就玩不下去 没错 这两个也是最受欢迎的 香花和番茄 对 对一开始做这个农场的时候 我选产品的时候 我就没选那些什么普通的蔬菜 黄瓜豆角什么 那些也很受欢迎 销量也挺大 利润低是不是 利润呢 主要看季节 如果你是反季节 比如现在 你利润很高 甚至于可能还超过西红柿这类 因为它好重啊 对 但是呢 竞争太激烈 就是你架不住别人跟你竞争 我做西红柿和香瓜呢 就是因为别人种不了我这么好 口感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别人也有棚啊 对 一个是种的技术不一样 棚也不一样 别人有棚 它不是这样的棚 它是低温棚的 它是冷棚啊 对吧 那一个大多数人还是没棚 甚至于包括BC那边也有人种 都伦多也有人种 我都看到他们产品了 一看就是陆地过来的 就是大田里的 那大田里种的香瓜 和你这个温室里种的香瓜 口感有什么区别 差的很多 哪个好吃啊 那肯定是大棚里的 哦 我还以为大爷弟种好吃 不是 这可能是以大家 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觉 就是我们想让这个瓜果蔬菜好吃 你得给它创造适合它生长的一个条件 一个小气候 你完全扔到野地里 风吹日晒也是它 什么风吹雨打 它也得接着 它就是一点保护都没有 那肯定是好不了 温室里的花果肯定是比在野地里的漂亮 也许你在野地里看一大片好像是挺漂亮的 但都是歪瓜裂造 对 因为那个冰雹 你真是避免不了 对 包括口感 就是我们必须得给它创造 它真正喜欢的一个生长环境 你才能就是保证它的品质 那我明白了 你要想赚钱 从商业角度来想 你必须得种瓜果 对 它利润高 对 一个是利润高 另外一个是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就别人竞争不过你 所以有很多人他也说 我这是水果西红柿 我这香瓜 东北香瓜怎么样 都很好 但实际上如果大家吃到一对比 你发现名字都一样 但是不同人种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说是黄瓜呢 比如豆角呢或者是叶菜呢 没有什么区别 你种出来跟我种出来的完全是一样 只要是你能种出来 东西就一样 这种东西我尽量不做 你拉不开差距 你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 谁的菜都下来了 就是崩盘 最后大家都卖不出去 都砸手里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创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你的东西就是好 别人赶不上你 可能是因为价格的原因 先去品尝一下别人的 最后品尝一圈发现还就是你这个好 别人的这个虽然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吃的没有意思 还不如买超市的也更便宜 最后还得转一圈回来 还得买我 吃了你的那个口感 它上瘾 它垫 它就宁愿意花时间开车来 或者是在你们的销售渠道 买到你们的东西 多付钱 它就追求一个想念的那个口感 那就这意思 你原来是学地质的 改行这么多年 你当初做农场的想法 和现在经过几年的时间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变化可能也有挺明显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目标还是没变 在一个人生里这有三块 第一块你的现状 然后目标中间就是方法 就是很多人就是干着干着干着 就觉得那个目标不好实现 方法一变 那目标就变了 那你这目标还没变 使劲在中间的环节烧脑子 找方法 我这个目标 就是一开始就想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你这事业得多大的标准呢 可大可小 一开始做的时候 没想能做多大 总是想要有一份事业 就是自己的 华人的传统观念都愿意 做大 做高 做强 但是白人 他们好像就是小打小闹 就稳定 和老板说自己有一小生意 但是他稳定就行了 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状态 不太一样有关系 中国你要不做大做强 你可能就会被人挤死了 内卷太严重 竞争太激烈 你今天能种这个菜 他也能种 你卖一块 他卖八毛 最后竞争竞争变成 比如说一毛钱 最后怎么生存呢 我在山东寿光那边去考察的时候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他那个菜价高的时候 那农民也是赚翻了 一家两口 挣个三四十万 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价格低的时候 就是那天他们给我摘了一大桶尖胶 大家都不好意思 人家说一定拿走 让我们都拿走 我们说这多不好意思 让他做免费的免费给 他是现在不值钱的 一根可能才一分两分钱 最后就便宜成那个样子 大家都丰手了 对 就是竞争太激烈了 说你要不做大了 就被别人吃掉了 那你在这呢 在这还好一点 是这样也看你做什么 如果说做口感性的 你会拉开差距 别人看上去差不多 但是一吃感觉不一样 这样能保住你的地位 是吧 不会被别人吃掉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种大棚 不是说谁都能建的 在国内好像建个棚很简单 对 这边还是目前来讲 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这个门槛是资金的门槛 技术的门槛 还有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门槛 它值得移民的人 其实资金不是太大问题 首先对于创业来讲 你又要有资金技术 又要有吃苦耐劳 什么都行 你才能把这整起来 国内已经是有成熟的产业链了 你想干这个 找一个人 或者找一个队伍 就给干起来了 你想种菜 你顾上人给你种就行了吗 可是这边呢 什么都靠自己 目前还没有这种成熟产业链 所以做这种大棚 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即便有钱人 他也必须能做起来 这样的话 能保证我们能发展多少年 你做这么久 这么苦能坚持下来 你一定是喜欢 你要不喜欢 怎么能坚持下来呢 你的喜欢的点在哪里 大多数人还是成就驱动型的 选择了一个方向 如果你能够先付出一些 扎进去 得到一点回报 有一点成就感 这时候就能激进你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又有一些回报 你再能往前走 我现在基本上是这样 我第一个成就感 就来自于把大棚建起来了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次想放弃的 但是那时候没有退路 已经投了这么多资了 就像我岳母说的似的 如果我不去努力干 这些所有的买的材料变成废铁 是你还得去拆 受不了是吧 所以逼着自己往前走 我把后墙建起来了 那么多土 我就靠我自己也没有钱 也没有人帮忙 我能把整起来 这是一个成就感 一旦成了 我下一步 比如说我上棉被的时候 棉被好几百斤 要拉到最顶上去 也没有吊车 就靠我自己想办法 你脑子你想破了 你有什么办法 这么重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想办法给解决了 就是给整上去了 就靠我自己一个人 我一天只能上一条棉被 而且在大冬天 冰天雪地 把棉被拉到六米高 这个一条棉被三四百斤重 就靠我自己 你能想象吗 但是我能成了 就是你目标定在那 也就绞尽脑子想着怎么达到那个目标 当你这个目标达到了以后 这就激励你更往前走 所以你就是去像车壶路往前赶赶赶 这个台阶就越走越高 那你肯定有成就感 对吧 你看你现在多少个捧起来了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创业者的创业精神 创业者很多人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坚持不懈 不轻言放弃 遇到困难了 想办法去解决 遇到什么困难 都想尽一些办法给它解决掉 不轻言就是放弃或者撤退 你像我就刚刚说了那么多困难 后来我把那大棚一旦建成 就第一个成就感 对对对 这谁都认可了 后来就是种这些蔬菜 因为这个都是高口感的 你弄不好的话 首先口感没有 或者是产量很低 最后你即便种上来不挣钱也不行 但是你所有的这些小问题 一个一个都解决掉之后 你就感觉到你自己种的果实 然后能自己收成 能够挣了钱 能够养家 能够让你这世界 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又有很高的成就吧 对啊好像是我的 哪个朋友跟我说 说董菜来现在干特棒 说他一个冷棚一年多少钱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自己种的人 你肯定心里有个数 一个大棚种多少个秧子 每个秧子接多少斤果 那我一共有个多少棚 我整个一年收入多少 还能算出来 我八卦算一下 你那五个冷棚对吧 对 五个冷棚 一个冷棚 一年赚多少钱 冷棚其实不靠谱 为啥呢 它 温度一降温就不行 不太靠得住 那你mini吗 mini吗 我觉得一个棚 两万一个能有 那跟你原来说的差了三万 你原来是不是在哪个视频里说过 你那个冷棚又可以赚五万呢 五万是这样的 你要如果是香瓜 你真能赚五万 但是我不可能都种香瓜 比如说我种了豆角 种了那个茄子辣椒 茄子辣椒的话 它只长这么高就不行了 如果在这个棚 茄子辣椒可以长两倍多 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因为季节很短 这样你一平均下来 就是这个钱 那那五个冷棚一年十万对吧 肯定是 差不多 对那你这个双膜呢 双膜一个棚就十万 十万 五个冷棚加起来十万 然后这两个棚是 两个十万 三十万 三十万你再把那个叫棉棚 棚棚栽起来 棉棚的收益肯定比那个冷棚要高 对 这个算的就是有点太理想化 理想主义了 就是这些都是零售价格 我现在规模小都零售 将来规模一大了 你就得批发了 一批发了 你可能百分之几十的利润都给别人 像你们这种的 零售的话 你们那个税是怎么交 那个就是 农业税是不低 是不交税的 不交税 那就是 就是咱们都买东西都有个GST 就是农产品是没有GST的 除非你是加工过农产品 你比如这西红柿 我给你切了 给你弄好了 这个就你要收税了 有这个加工的环节 是这样的 如果是单纯住从地里种出来的 你简单收割 是没有睡的 那你看看你从转行以后 到现在每年至少三十万至少都有 没有 我最开始你想 最最一开始只有这一个棚 对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但是现在规模一大了 后面我就考虑批发了 批发的利润就没那么高了 但是批发了以后 你这个规模上来你就没有那么累了 你这也是俩孩子的低业对吧 你还得那个高瞻眼瞩 想着你这怎么结合新科技高科技 给你这个提高你的产能降低成本 不过钱你还挺好的 你这样那么一算没睡 对吧 为什么种蔬菜开农场的都是华人的 也是跟那个历史发展的经济 社会经济什么各方面都有关联是吧 这个一说 说起来好多是哲学的东西了 但是其实想想是这样的 首先当地的加拿大人呢 他们首先移民得很早 他们的地都很大 那个时候地很便宜 谁都能买得起很大的地 他们的这个文化呢就是种大田 中国人呢来得很晚 地价已经涨上去了 不太可能买很大的地了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 都是小农经济 也没有人说即便你种粮食 也没有人说一个人种上万亩的 他们都是小打小闹 所以你到这边来 血液里也没有带着那种基金 所以只有这种小农的 同时加上社会经济各方的问题 给你限制了 你就只能是这么做 那你看他们那个白人的大农场主 一开那大机器 你心里什么感觉 当然咱很羡慕人家 一个是他不用吃苦 像我们这种体力上也吃 对他那个汉老宝收 因为他还有那个农业保险 你这么小型的农场 你没有农业保险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要同情他们 为什么他们也不是总是收成那么好的 看视频上或者是跟别人聊天 你也能发现有一些农民是破产的 他们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他们都是那种资产很雄厚 就是流动资金不足 然后一旦遇到天灾的话 如果你今年压宝压得挺大 但是遇到天灾了 可能有一些保险cover不住的 你就破产了 有可能你这干十年干得都非常好 一年以下就破产了 会这样的 破产就资金链断了 没钱了 因为他其实干了半天 都是该再给银行 或者给那种大的农机公司在打 对上次那个 咱们副总理不是来你农场了吗 来你农场 他说什么呀 给你什么评价 当时他也是评价很高了 就是对这种中国人的智慧 对呀 我当时都想 董菜在没趁机 要求点特惠的政策 我这性格不太好 跟人家提这些东西 但是确实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省里边也有人关注了 目前省里的二把手 已经跟我们有接触了 就是它是规 这个省里的二把手 它是一个经纪部 就这个月会带着 那个省里的农业部长来参观 这样的话 就是省里如果有一些项目支持 那我们就可以借这机会 就扩大了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有很多个人的农场主老板 找到我 希望能建这样的棚 那我也是想 借着这样的机会 推广开来 美国那边 我已经有一些客户了 你是帮他们建棚 对 帮他们建棚 包括那个种植 我都是可以给人包了的 你可能你自己 有自己的工人 如果完全靠我 那也不行 因为我的大本应在这 但是你最一开始 比如建棚建不起来 是吧 最开始选品种 你不知道 选什么样的品种好 一开始种菜 没有概念 怎么能种好 这些我都可以用中国人的话讲叫什么扶上马 送一程 保姆式的 种出去了之后 剩下自己走了 最前面这一阶段 我就都可以包了 你还不像那种传统农民 他的那种的思想都已经固化了 你到底是读书人 你是不是还得不停的烧脑子 想用什么方法 减低成本 解决你这个至少问题 真的是像你说的烧脑子 每天都在想 这个时代吧 就是成本为王的时代 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可以实现的了 你有什么想法都能实现 做个特斯拉这个车 人家都能做那么好 都能上火星了 现在是吧 你有什么东西实现不了的 但是你想把它推广开来 做成一个产业 这里边最关键因素就是成本 你西红柿 你只要卖10块钱一斤 没人吃 你卖4块还是有人吃的 如果说将来我们的实力更强大 能把价格再压低 受众更多 那就更好了 做一个很好的事 所以这里边最关键就是成本 我们也是每天都在想 方便面怎么能压低成本 你产品销售都是归你自己的 这真挺好的 大统华什么时候从你 这直接进货你卖吗 卖 去年的实际上 卖了一批豆角和螺丝椒给大统华 等于你是他的一级供货商 卖的不多 因为本身都在冷酷里种的 量也有限 而且是季节很晚的时候 才跟他们签的合同才卖 今年有可能就卖多了 但是大统华有个问题 就是他不一定能跟上市场的节奏 我们是跟中国的节奏对接的 比如中国有好的香瓜 我们马上引进过来 有好的西红柿 马上引进过来 哪个最好吃 我们先种哪个 但是大统华 他们他供应链体系非常大 他要想改动一个什么东西 他要吃后一些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这个篮 供给他 他必定要 有这个产业 但是他那些传统的 不讲究口感的那些 他都要 像黄瓜 刺黄瓜是吧 豆角 螺丝椒 这些他都要 对大统华从来没有卖过刺黄瓜 他卖过扁豆 你供给他是什么豆角 白不老 我就没见过 因为夏天 肉不在这 现在慢慢开始有了 你现在干这么累的活 你吃了多吗 翻量大 我翻量非常大 所以你看 如果我一到冬天 我就胖起来了 好像气吹了 冬天你不也干活吗 今年是第一年冬天 整个月冬 活很多 往年冬天就活比较少 这个时候就吃了睡 睡了吃 那你就很快就胖了 你一种地 他马上就小了 这就像我跟别人说的就像呼吸一样 春天的时候吸了一口气 冬天又吐出去了 你弄这个视频大赛是什么原因 想推广你的农场还是 你的最终目的是想推广我的产品 规模越来越大了 量越来越大了 怎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接受我们 现在我看我们客户群还是很稳定的 但是你要想扩大 你需要一些工作 之前都是我自己在拍 我自己拍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拍 就拍着也挺麻烦的 还有剪辑什么的 我在这跑土跑半天 我还要赶紧把这些相机支在这 心里老有个事 所以我就好多 不能痛快地干活 对对 我就很少拍了 然后让别人来拍 又这么老远 也很难 所以我想不如发动大家 发动群众 那人家没事都来 像我来找你拍 我就跟你聊天 也耽误你干活呀 那种毕竟少 对 大部分都是拍采摘的瞬间 对对对 可能是这种的多 像我这样叨叨叨叨叨叨的人 这也欢迎 没有问题 对 我更希望将来大家多拍一些品鉴类的视频 就是尝了我们的不同的西红柿 到底什么味道 给大家说一下 不同的香瓜 什么味道 给大家说一下 是不是好 我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我才能感觉拿出这个来 让大家来拍 在卡尔加里摆摊的时候 或者是在松果商城卖 大家买了之后也可以拍 拍完之后有一个体验 一个品鉴的感受 如果跟大家分享出来 我们都给奖励 因为我发现大多数消费者 就没有这个动力 或者大家吸字如今 就是你在说好评的时候 除非你给它一个激励机制 或者的话几乎没有人去说 但是如果有问题 大家第一时间找出来了 没有什么 大家都业余的 他也需要一个激励 一激励这动力一来 哗到来拍视频 然后你想要的效果也就达到了 你真是挺聪明的 你心眼的 我也是 心眼挺多的 这也是突发奇想 偶然想起来的 咱们去怎么着 尝尝你的 尝尝我的西红柿 尝尝你的番茄 对 你这剪这个最对的 把那瓣 这么多会看你就看这个纹路就 对 就是这个纹路 对 一道一道的 对 它现在就比较小 还是因为温度的问题吗 对 也是温度的问题 好多的原因 夏天可以别把 那好 那好 但是咱们就是说 摆的时候把这个瓣 全部剪掉 否则的话 它会搓坏那个 尤其是夏天那个火会比较软 后天一碰就碰 就把那瓣给戳破了 对